楊老師 雲翔 他每次來都跟我們公佈這個對賬單 這個對賬單我記得之前都從30萬進場 也就是做這個短充 短trade 那我們很好奇三月份 因為三月份比較難做 三月份這邊對賬單 我們把它PO出來看一下 三月份獲利13萬 還是正報酬 還是依然有在獲利的 那你這邊是小資 把大家這個錢給變大 在這樣的一個時間點裡面 你怎麼操作的 有獲利的股票是如何操作這一波的 那我想說三月份就基本上 可以看這張大概是13萬 確實是做得很少 因為我自己一些主力朋友大概 根本三月份就是休息 那我是做不行 因為睡不著 所以我還是會稍微調整一下 這也是什麼病 基本上就是說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剛好這個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就以近兩年來講 還是大概有兩千多萬 那至少是一個正報酬 剛剛講到重點 至少是一個正報酬 所以我現在大概跟大家來聊一下 兩年賺兩千多萬 對大概兩千多萬 本是多少 本金30萬 對 可是30萬它是賺到 比如賺到100萬會再投入30萬 就是再加投入30%這樣子 OK 所以持續累積是 現在大概有600萬在市場裡面操作 所以說600萬 三月份賺13萬是不多 可是至少還是保持一個正報酬 好 那我大概跟大家談一下 就是說大概是怎麼做法 那像這個月三月大家知道不好做對不對 可是不好做裡面 剛剛提到一個重點說 如果你能夠找到對的一個標的 對的一個族群 機會還是很大 比如說你可以看 因為在剛剛這個俄武戰爭的時候 基本上鋼鐵股是整個撐起這個台股的部分 所以很多這個鋼鐵的族群開始發動 包括中鋼也開始動起來 所以這時候如果 你能找到對的股票 比如說像這個龍鋼有沒有 它在這一天你會發現說 它是一個明顯的爆量對不對 爆量帶攻擊的情況下 那如果它去做所謂的隔日充 你會發現說剛剛也有秀那一張 就是說它基本上可能是在這裡就 大概獲利2%3%以上的一個收益 所以隔天它還是可以透過這樣來 做一個所謂的短線的一個收益 那另外來講 像這個來講也是一樣 你可以發現有沒有 那這一次的話是所謂的賤旱 那為什麼會提到賤旱 大家記得嗎 就是俄武戰爭的時候 那個星鏈對不對 大家講馬斯克星鏈起來以後 那熱度就相當高對不對 那在星鏈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談到低軌衛星 所以如果剛好 大家在談低軌衛星 那低軌衛星的股票 剛好那天有爆量一樣 爆量帶攻擊對不對 這量很明顯的爆起來 然後這個攻擊的一個價格 開始起來以後 它是可以做當衝的 所以這一次基本上等於是 當天到漲停的時候 我就把它除掉 因為不代表說這樣的行情裡面 它會持續嘛 可是至少說短線的行為裡面 這個行情做當衝 是有機會的 是有機會 要練過 對 所以這個還是要練 那另外來講 你就說就以今天 我們看今天來講 你會發現說 今天鋼鐵也是蠻強對不對 所以在鋼鐵裡面發現說 像春圓今天也是 出現一個爆量的行為 然後爆量帶攻擊的行為裡面 他就有機會說 今天進場可能明天 會不會持續有一個高點 因為配合這個新聞的一個題材 對不對 那像金益鼎 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說 今天你會發現說 金益鼎這一次 看一下 就是說 你怎麼去設裡面設停損跟停力 會 還是會設 我的停損大概設在2.5% 那停力我可能是拉帶說 1.5%到2%以上 就可以做一個停力的動作 那像金益鼎你看就是說 今天綠能都很強嘛 綠能基本上你看8044綠電 今天一開門就漲停 那這種所謂的回收 對不對 資源的一個回收 像黃金的一個回收來講 因為剛好遇到 戰爭這種題材來講 這也是一個 剛好是遇到題材 然後遇到說它的量能攻擊 那基本上這種就很有機會 可以在短線裡面 做到一些不錯的一個收益 OK 好 是用量能來看 好 那我想再幫這個小白問 小白說 哇 之前這個跌慘了 受傷了 想說反彈來了 不如小補想要補一下 問一下這個永年哥 怎麼補 我就怕有人這個補不好 又更傷身了 OK 好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要搶反彈 那我們先看一下 因為還是要這個 你要看這個外資買超的 我在之前也講了 就是說你如果外資 它畢竟還是主導這個行情 那我們就要看之前有賣的 那現在它回補的 或者是它持續買超的一些個股 那第二個就是 外資跟投信同步買超的話 那大概就比較更安全一點了 還有一種就是跌身足底 就是不管外資法人怎麼賣 它都已經不再創新低了 然後再橫向盤整 逐出一個底部的話 這種股票呢 大概搶反彈會比較安全一點 OK 現在安全還是最重要 對 現在這個 因為這個盤勢 還不是很穩定的時候 這個先求安全了 OK 好 那麼我們先看一檔股票 是2324的人寶 人寶就是我們剛才有講過的 像是投信一直持續買超的一檔股票 那這檔股票呢 它的基本面沒有什麼問題 那去年呢 它EPS2.9元 那年增率34% 那去年12月份以來呢 投信持續地買超了7.1萬張 那它今年是配息 配息兩塊錢 那殖利率呢 7.49% 那其實電子股配息 那殖利率能夠達到6%以上的話 那真的已經不容易了 它配息呢是7.49% 值率7.49% 對 算是很高的 然後呢你可以注意看 那上個禮拜呢 所以現在很多電子股配息都比金融股高 對 沒錯 因為電子股都跌得很慘 那金融股呢已經漲了一波了 那所以我才講說 金融股要考慮這個做存股的話 暫時先不用考慮了 那個殖率已經很低了 電子股說不定還很多選擇 對 然後呢我們可以看 像人寶呢 它在上禮拜三的時候 拉筍跟長紅棒 然後呢禮拜四禮拜五 再加上今天連續震盪了三天 可是呢它是一個平台整理 而且呢都是在這個禮拜 上禮拜三的這個長紅棒的上端 做一個整理 而且呢你可以看 它今天雖然是收黑的 可是呢成交量立刻縮得非常小 這表示怎麼樣 表示呢它的籌碼還是屬於穩定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什麼 要看呢 它能不能夠呢在五天之內 從明天開始的五天之內 它能不能夠站上呢 這個上禮拜三的盤中的高點 上禮拜四盤中的高點 如果能夠站上去的話 那這一檔股票呢 我覺得可以買強 就是轉強的話可以繼續買 另外呢一個就是電子股裡面 4961的天玉 那天玉這支股票呢 它的特色就在哪裡 這個已經盤底呢 已經盤整了很長一段時間了 有沒有 盤整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呢最近呢 它開始慢慢地走高 那如果按照波浪理論來看的話呢 它也已經震了 它已經震盪整理五波了 那現在呢已經到一個多空關鍵的時刻了 那為什麼我會選這支股票呢 因為它的基本面其實真的還不錯 因為去年的它的EPS 33.83 33.83 你看一下它現在股價是多少 259塊 那事實上呢它的本益比 預估的本益比大概是7倍而已 然後呢它今年的它的這個 這個到目前為止 它的營收跟方面表現得還算是平穩 那2月份的營收年增率百分之52嘛 那它現在呢又打入這個 這個電子紙的驅動IC 那出貨的動能應該會維持到年底了 所以它底部大概已經差不多將近成形了 而且呢價漲量增 價跌量縮 這個屬於一個多頭的盤整格局 對 但是那個多空的分界領 對 所以這個反彈要怎麼搶 只要不破時日線的話應該都可以吧 OK 跌破月線的話 所以這反彈是抓多久的時間操作 包括人保跟天域 其實這個波段時間我們這樣子講 就看那個大盤的走 走多久 那大盤要看這個烏克蘭的戰士 所以這個拖的就比較辛苦 我們這樣子講了一波的反彈 我們暫時把它的這個 從起漲點開始起算 先抓個兩成 OK 先抓個兩成 兩成也滿補的 對 OK 好 給大家做參考 那有個人說我搶反彈嘛 很怕 我怎麼辦 我就想要穩穩 富貴還是希望穩中求 最近剛好看到很多新聞 就是很多鼓勵都已經公布了 那小白說我可以有鼓勵來保護 那他可能現行也不錯 基本面也不錯 有沒有這樣的好股票可以推薦 永明哥 對 我覺得最近像那個長榮在公布他 因為陽明也公布嘛 所以大家其實市場上都在提說 他們是所謂高殖利率 其實我那時候心裡面 就一直有一個OS 就是說如果你長時間都可以配這麼多錢 才有所謂殖利率的概念 你不能因為他某一年賺很多錢 隔年配出來之後 現在的股價去計算 算出來的那個值很高 你說他是高殖利率 所以一般我們嚴謹的定義 即便是現在你在搶反彈 你想要去搶高殖利率的股票 基本上你還是要把它的殖利率 用10年的時間抓出來 我給各位做一個教學案例 各位可以去看 我們先不講這兩股票的股名 你看從2010年開始 你把它EPS列出來 然後再把它隔年的配息率給算出來 你是不是就可以算出一個 它配息的比重 就這家公司到底大不大方 它會不會賺很多錢 它只配個10% 20% 那你每一年每年算出來之後 你把這10年算出來 可以平均配71% 那你就知道說我賺的錢 我除了拿去資本支出 比如說蓋一些新廠做研發 我有7成平均有7成都配給小股東 那這種股票才符合所謂的 高殖利率的概念 所以我們說至少不要說7成 要有6成 好 那你任何時間的股價去除以 它的這個利息去除以它的股價 大概平均的殖利率要3.5% 這樣才符合一個我們所說的 如果低於3.5% 長時間都低於3.5% 我放銀行就好 甚至我放美金利率就好了 我不需要去放這個股票 好 當你有這種概念的時候 我跟各位來講 剩下就是其他的叫族群性 比如說它是不是在一個成長的產業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股價上去的時候 你要特別記得一件事 它殖利率就變低 如果你高成長 那殖利率又不會被壓縮 所以這檔股票叫做巨響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所以它今天開始動了 類似就是這樣的一個選股方向 在那裡 沒錯 教授證 學生 各使人 請繼續